台語青年檔 路公路年檔 大家好開邊 大家好 我們最近剛有發現說 去年夏天發行的一個APP 就是Thread 它最近又開始清醒 一開始清醒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的朋友 它就形容它說 它是Meta版的X 以前的Twitter 因為它自己發表500年的文章 或是說有放一些笑話的東西 有很多人去去做文 在那時候Thread打出來的時候 前五天 大概五天的時間而已 它就超過一人 去登錄了 所以那個時候 真的是拍了很多社群平台 它的記錄 我們如果是去做一個新的 口座去Thread 你就會看到很多新的部份 很多都是你沒有實際 本地沒有實際的人的 報問在那裡 它就會那個Twitter 不是Twitter 那個Thread 它的Twitter跟你的名字很像 但是很近大家就發現 這個Thread在使用上面 有一些很多 第一就是說 它跟那個X 就是Twitter 之前的Twitter那個公寧 有很多很多秀箱的地方 第二就是 你如果是要用這個Thread 你就要寫一個 Instagram的那個口座 要用IG去Thread 不過這對一些人 他好像單純想想想 尋根尾體 人們就會覺得 好像不太方便了 而且無論是個人的 需要發表意見 或是企業 他要行銷 或是說 他要提供自己的品牌 他在 民室啊 IG上面 他一定有很多功能 很完善的 所以說 一時間 這麼多的社群平台 你沒有一個理由 可以說 你一定要去用 Thread這個APP 如果說到這個Thread 他的發展的姿勢 其實 他就像是在玩那個 寶貝尼拉的一樣 推出的時候 大家就 稍微來去 來玩啊 來玩啊 當路的人 就這樣 飛飛飛飛飛去 但是到最上面的時候 在那裡已經沒有很多 但是從來之後 大家其實 久來就發現說 其實這個Thread 他有很多優勢 比如說 他在推什麼 那種內容的效果 是比面積更厲害 第二 就是你在Thread上面 可以看到很多 親吻的人的報名 就代表說 有很多親吻的人 可以來看你的報名 就變成你的報名 那種推出的功能 報告也很好 可以讓很多不同的 人去看你的報名 所以說 就這樣一個 就兩個 就是一個 這個Thread 你算的人 就這樣一直飛去 真的有很多人 他是專門去 做一個新的考驗 來去玩Thread 不像Thread的主要 冰台的特性 就是說 沒有公格 因為你像大家看 臉書的冰台上面 一大堆公格 而且有時候 有時候還有人專門 創那個 考驗 故意說要用 炸篇的公格 對啊 很恐怖 很嚴重 而且有時候 你要跟那個公格 還怪不得 他會說為什麼 為什麼要 這個公格 對 學到Google的 失誤 你不要把它拼起來 也沒辦法 所以他對平台 生理到今天 他除了現在 訴訟 你常常看到的 那種 連結以外 他有些新的功能 譬如說 讓你可以放在那裡 記 還有道別的功能 就看大家 要怎樣去 玩這些功能 不過最重要 就是你 玩Thread的人 可以在上面 看到青春人的報紋 這點就是 我們不用一直看 固定整個口罩的報紋 這點就是 跟我們剛開始 寫過 門桌起來的時候 那種 真正是比較小聲的 最近在討論的 記憶其實是 這個Thread 要怎麼反映 譬如說 在華裔已經有 要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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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要討論的是 如果想要反映 台語 可以叫做什麼 其實 像做主持的台語老師 叫做Coffee 大家都叫他MOMO老師 他在他的面子上面的文章 說你可以叫他 吹 有什麼叫吹 因為Thread 就是歡迎大家 來收吹 雖然說吹 還有吹 吹 吹有兩個空間 不過也因為 吹跟Thread 有話音 所以很多人 不懂這個說話 再來吹 就是林聰明老師 他提議的說 因為原來他 營業的Thread 他跟台語的第二條 Cof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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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著這個漢語就是 Coffee 再來因為 在Thread的上面 除了我們 五六 互動的信譽 我們也可以在那裡 看了很多有 很脆的內容 所以說咧 剛好也會讓大家 在Thread上面 看了一些內容 我們沒有在腳 也可以考慮 這個Thread 可以台語叫做 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建議 譬如說 亞特聊聊天的阿弟 他就說 Thread 他的內容 他就親手 就跟隨一樣 所以他可以叫做 隨 因為什麼Thread的過程 就像是在吃隨一樣 有人會員 他就 這件事就像是 跟隨一樣 你來當你內容 他就會 巴隨 他就是用Thread 在日本的破文 破文的那種形式 下去購明 像我們懷疑說 串串 一關一關 也是這樣一關一關 另外有一個Thread 他用 叫做關鍵點 他說 反射我們可以叫做 碎碎 還是碎細 因為他說 這個Thread 他的用意就是 大家可以上面 輕聲 細細 文流表達自己的看法 阿嬤你也可以很大聲 在表達自己的循環 這年碎 都跟這個Thread有話音 他的意思也有 稍微小聲這樣 所以你也可以讓我們動作是一個懷疑的參加 這樣 這四個方法你跟他講一個 我最喜歡 頭一個那個 採 大家小酒啊 到處採 我跟他講 採 採 因為他跟Thread 華語的採 很窩 很窩 所以我剛好 對於華語書有講 你要去了解台語 他比較好 去連上做會 還有另外一個 我也很喜歡 就是 叫水 水好不好 因為他的形式 真的是很一樣的 這樣一個 一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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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剛好這個 用的講法我更加的 你對Thread的台語 要怎麼說 你有什麼想法 你可以在外面跟我們分享 我們後來這時間 繼續收看台語一年等 拜拜